那么这次我们这个会议也很成功 我在京都接见日本那边的净土宗 几个派别 我请他们吃饭 法语非常殊胜 开会的当中 所接触的佛教的非佛教的 对我都有很好的好感 因为像我这样大的年龄 参加这个活动很少 参加联合国会议里面的成员 年龄最高的我看没有超过七十岁 都是一些年轻人 但是他们这些人站在我旁边 比我老很多 有一位日本的大人 吃饭的时候坐在我旁边 他很仔细地看 我说你看什么 他说我看你一年比一年年轻 他说你有修行的 所以我很惭愧 我们有修行的 他也是一个法师 他小我两岁 他今年七十六了 身体还算不错 但是看起来的时候比我就老很多了 那么我常常跟大家介绍 日本的一个科学家 江本胜博士 他这些年研究水 水的捷径 很有成功 我这次特地去拜访他 参观他的实验室 他今年六十岁 他看到我非常羡慕 他说法师 你是平常怎样保养身体 你吃什么补品 我说我保养身体的方法 就是你试验出来的东西嘛 他瞪着眼睛看 你们试验出来不是最好的接近 就是爱跟感谢 试验圣年 这个爱跟感谢 水的接近最美 我说我没有别的 我就是爱 就是感恩的 不是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活 饮食非常简单 可是我告诉他 我的爱心 病发戒 感恩 满苏普 我这件句话告诉他 我说你试验的 你没有落实 你没有去做 你要去做的时候 你跟我一样吗 你不肯落实 那不行啊 是菩提心 我用这十个字来解释 大家好 懂 要认真学习 要落实 对于一切众生 一片真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